嘿我是Hanigan 歡迎回到我們超頻模組生存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嘿我們到上面去弄了一個能量蒐集器 那一共好像有11個嘛 那它現在正在幫我們瘋狂的生產綠寶石 讓我們之後會有滿滿的EMC可以用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弄個小東西 嗯算是小東西吧 還是我之前一直有說我想要我想要蓋架 對然後我都沒有蓋 那為什麼我還沒開始蓋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假設現在我們要 我想一下這個東西你看 它現在是兩個高像這樣 它現在兩個高 那我們平常要怎麼上去 我們絕對跳不過去嘛 除非我們有跳躍加撐 那我們平常的方法就是可能 拿個方塊然後墊一下跳上去 這種方式太麻煩了啦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出一個可以讓我們飛起來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噴氣背包 噴氣背包的話 我是想要選用我們這個通用器械的噴氣背包 這邊我已經準備好了今天我會用到的一些機器 等等我們都會把它做出來 然後大致上跟大家講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當然當然我知道我其實有裝一個天使戒指 噢那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讓我們直接像創造模式一樣飛行 如果我理解沒錯誤的話 我沒有試過 哈哈哈 如果有錯的話可以糾正我一下 哈哈哈 那這個東西呢 它會需要翹翅之後 現在還用不來啦 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啊 別忘了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留言一下 跟我說你喜歡這個系列好不好 最近啦 看看我知道很低迷 大家反而不喜歡這個系列是不是 啊我是蠻喜歡的啦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其實不是看系列是看我的 所以我比較喜歡服務這些喜歡我的觀眾啦 哈哈哈哈 我是個自私的傢伙 哈哈哈哈 都跟你說 那我們這邊啊 我們會做出一個噴氣背包 那噴氣背包呢 它其實本身它是需要燃料的喔 那這個燃料呢是需要使用氫氣 你會想說 啊我們要開始搞化學了嗎 感覺好像很麻煩耶 沒有啦其實氫氣齁 這種東西還蠻容易弄出來的 氫氣我們平常可以在哪裡去的 我是指現實喔 就是從水裡面 水叫什麼 H2O H2O H2O就是什麼 兩個氫和一個氧 那我們這邊啊 就可以利用這個 電磁器 可以讓它分解成兩個氫和一個氧 那我們就會有氫氣可以用啦 或許你會說了 欸 那我們氧氣可以幹嘛 氧氣它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功用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加壓反應室裡面 我們把它放在加壓反應室裡面 然後再加一點水 那它再給它一個可以燒的東西 那通常是木質類的 把它放進去之後 轉換一下 它們全部都會變成氫氣 欸 這樣我們就會有滿滿的氫氣 可以放在我的噴氣背包裡面使用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會來製作一個噴氣背包 一個電磁器以及加壓反應室 那今天啊 因為我們會用到流體 又會使用到氣體 所以呢 我們還會用到機械管道 機械管道的話 它是專門運輸流體的 還有一個加壓管道 它是專門運輸氣體的 那當然我們還需要可以儲存它的一個罐子 一個容器 我們會需要用到液體除罐 以及化學品除罐 那分別是儲存液體 以及儲存氣體 那這部分呢 因為我知道 很繁瑣 一直合成 大家不喜歡 所以我就直接快轉跳 夠啦 好啦 我們這邊大致上是把所有我們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都把它給做出一樣了 那我剛剛也全部丟進來了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全部都可以拿出 那再重複一下 我們會需要電磁器 加壓反應室 然後我們最主要的噴射背包 那 欸對 原本像這種啊 電解核心這種基礎材料 我也是都有各做一點 那這種除罐類的 我們先多拿一點 我這些都把它放進來 那 或許會有人玩過這款模組的人就會知道說 其實啊 這款模組它的除罐 或者是一些機器 都可以再做升級 那之後我們都會再把它給升上去了 對 我會升啊 只是之後再嘛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要去做出其他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去啊 欸 我看一下 這個東西合金啊 還有更上去的其他合金 這個是紅石合金 再上去還有什麼 強化合金 還有更厲害的原子合金 那這個之後我們再來搞好不好 今天的話我們先把這些給弄好就好 然後我們這幾種管道各拿一年 再來就是啊 還記得我們之前這裡就有放一些機器嗎 這些其實可以先挖掉了 有需要用到我們之後再來用 然後之後我可能會弄一個比較好的研發工廠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先把它挖掉 我是決定我要在這邊啊 放上一桶岩漿 還記得我們之前試過了 這個熱力把電機可以這樣 嘿咻 然後放一個在這邊 它就會生電了有沒有 那我們先把扳手給充個電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沒電了 可能我把它放進去又拿出來了吧 呵呵 我有時候也不自覺的 把所有東西都丟進去又拿出來一套 有的時候啦 那 首先最一開始呢 是我們會需要用到水嗎 那等等的話我應該會從這裡面拿很多水 然後弄出很多這個液體儲罐來 因為我相信等等會用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水 那這個東西啊 我們先把它放在這 當作一個紀錄點好不好 那最主要的是我們應該會先要用到電磁器 電磁器的話呢 我們要先輸入水進去 所以我們先 我想想 怎麼接會比較好看啊 我還是想把它接得好看耶 那我們先把它放在這好了 而這邊呢 我們接一個通通線欄 這樣子的話電就會進去了有沒有 電進去之後呢 我們的水 通常要接下面 你可以看到啊 它這邊會有幾個孔 那 那它這邊會有一些配置啊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從哪裡輸出哪裡輸入 如果沒記錯的話 紅色的是在正前方阿德蘭 前部 就在這前面 就是我們正前方這個點 所以呢 這個是要 輸入流體進去 我們要用到機械管道 那我們就這樣放 然後這樣 那你會說這上面連到了咧 也是可以這樣用啦 但是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把它給取消掉 我會把它 就固定一個點讓它輸入就好 然後這邊我們設置一下 把它吸下來 然後這邊是傳進去 這樣子的話 等我們這邊有水 它就會全部給它傳進去啦 再來就是呢 我們下一個機器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會輸出什麼 藍色的這裡應該會是氫氣嘛 氫氣的話在這邊 左邊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 把氫氣給弄出來 那我們就要放個 加壓管道 那另一邊的話是氧氣 我們也先放個加壓管道在這 再來是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 加壓環因絲 那加壓環因絲是幹嘛的 我自己都忘了 加壓環因絲是讓我們獲得更多的氫氣 所以我們要放在氧的這邊 氧氣這邊 那我們把這裡 稍微給它挖大一點 這樣我們比較好運作 我們把它這樣子放 有沒有它就會傳進去了 那我們可能 以防萬一就是要這樣設置一下 不小心又插到火把 這個就不要太介意了 有的時候它會自己不小心插到 那我們這邊再放通通線 這樣子給它電 那它之後 滿電之後 然後水放進去 它就會有運作了 這邊還有一個 要注意的點就是 這個 它是加壓反應絲嗎 它在這樣運作的時候 它還會需要輸入水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水 會有兩個地方要輸入進去 就是從這邊到這邊 我們一共會有兩台機器 會需要用到水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樣子 不對 這樣子 等一下我挖掉重來好了 它是要變小的 就是我們要把它送進去 你就把它當作是漏斗就對了 這樣子的地方 就是把它送進去的地方 它這樣就會進去了 有沒有 那再來就是 我們氣體送出來之後 我們要往哪裡送呢 我們就是要往一個罐子裡面送 通常是這樣 我是這樣 你們習慣怎麼樣都可以 或許還有什麼其他東西 也可以直接儲存氣體 之類的 我不知道 我是習慣把它放在罐罐裡面 這樣感覺很棒棒 誒 我放錯了是不是 這是什麼管道 這是機器管道 流體的 我要加壓管道 加壓管道這樣放 那它就會輸入進去了 這裡也是 我們這樣繞過來 它兩邊都會輸入進去 以防萬一我都會這樣子 把它設定一下 讓它確定會傳進去 這樣子的話 裡面這邊就會有這個 然後 之後裡面有氫氣 我們就可以把氫氣背包給丟進去 放在這裡 它就會把氫氣給送進去 滿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那我們先把它放進去吧 再來就是 我們要來去撈水 撈水其實還蠻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這個 我們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 我們先把這些不要的東西 先放進去 我們再去找一個水桶出來 我有水桶吧 有啦 我們就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再把它倒進去 然後 我們這樣子 有沒有 它水就會進去了 有電它就運作了 然後 這個氣體過來 有沒有 它這邊 有東西了 我們可能再放個木頭進來 它就開始反應了 其實我們這邊 還可以再放個物流管 然後上面再放個儲物箱 我看一下 我有物流管嗎 等一下 太多水桶了 哈哈 你東西怎麼這麼多啊 誰拿的 真是的 爛拿東西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背包都給它弄滿了 都滿出來了 害羞啦 哈哈 欸 物流管在哪裡啊 我記得我之前有做過啊 給你木棒 我這邊可以合成 給你木棒 這樣應該可以吧 都試試看吧 都試試看 應該是可以啊 有沒有它開始運作了 它生產出來之後 它就傳到這裡面 它現在裡面已經有一些清晰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回行了 接下來 我就是要一直這樣傳送 傳送水 聽起來好奇怪 就是要一直把水給放進去啊 那我自己想到比較快速的方法 是我想要把這個東西給拔過來 喔 這樣子 欸 不對啊 我用無限水在旁邊也信 等一下等一下 我改變心意了 哈哈 拿這麼多 喔你可以這樣放喔 喔飄飄 以後拿你當裝飾 哈哈 那我們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假設我們 弄個無限水 喔 我們在這邊啊 弄個2x2的無限水 這樣子我們可以一直撈嗎 啊我們這樣一直用啊 唉唷 撈錯地方了 這樣子 喔 水一直進去 它就會一直運作 我們電呢 也不用管它 因為它會一直纏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很完美 啊我們滿了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拿去 飛飛飛 我們就可以蓋架了 是不是 輕鬆 簡單 這個應該不會複雜吧 很多人都看到什麼工業模組 我就覺得 喔不行不行 好難我不會 其實工業模組 我覺得比那些魔法的模組 都還要簡單太多了 你知道魔法模組 還是沒有任何依據 你要自己去找攻略 或是自己慢慢磨 我記得我最近 啊我裝了植物魔法模組 各位如果有再仔細看影片 你應該可以看到旁邊 這JEI的那個頁數 越來越多吧 可能有一陣子有超過100頁 然後後來下降了 我有拔掉一些模組啊 那我這邊應該是有裝一個 植物魔法 然後還有裝一堆 你們自己看喔 自己去揣測我到底 裝了哪些模組 我這邊全部給你們看過 我應該全部翻完了對不對 很快速 你們自己翻 我裝了還蠻多 最主要應該會先來玩植物魔法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按讚和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inik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